代之影2019馬來西亞大師賽第二天賽程 代之影vs萊恩傑克斯菲德 一起為小代代之影馬來西亞羽球大師賽加油吧 好的各位觀眾大家今天好嗎 我是小林 歡迎來到我們的美日新聞 everyday news youtube 頻道的現場直播 那我這邊都是提供給大家沒有比賽畫面的語音直播 因為提供比賽畫面的話會侵犯到智慧財產權 所以我這邊就沒有提供了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看羽球比賽資訊的話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我馬上把網址複製給大家 我在旁邊的網址會貼給大家 請大家稍待片刻 我馬上把網址貼給大家 那目前邊貼的同時也跟大家說一下目前的這個即時的比分 目前的比分是14比17 14比17小代暫時落後 那這是目前第一局的比分 那最新的比分更新的是16比19 16比16 19 小代的目前是16比19 16比19的部分 那暫時落後3分 小代加油啊 一起為小代加油 那稍等一下我馬上複製一下我們這個網路可以看直播的網址給大家 這樣我們大家就可以來這邊來看這個小代語球的比賽 那一起為小代加油 請稍等我一下我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好請大家稍待片刻一下 我把這個網址呢 先複製起來給大家先可以去做這個觀看 稍等我一下 好請大家稍等一下我把這個網址呢 先複製起來 這樣的話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去看這個比賽了 我把網址呢複製起來貼給大家 好 現在的網址已經貼在我旁邊的這個留言欄了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來看一下 那目前呢 我們繼續回到這個現場的直播間跟大家播報一下 目前的分數以及現在場邊的這個狀況 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19比20 19比20 那 萊恩率先聽牌了 那先繼續為小代加油啊 小代加油小代加油 其實在開局的時候呢 其實小代呢是蠻多這個失誤的 所以說 因為這個狀況 所以一直處處於這個比較落後的部分 那第一局的部分呢 比賽呢 暫時第一局告一個段落 萊恩拿下了第一局 那目前的比分是19比21 那小代呢 第一局是暫時輸掉了 這場比賽但是沒有關係 還有第二局也還有第三局 所以我們一起為小代加油 目前的比分是19比21 19比21 第一局比分比賽結束 目前是19比21 兩分之差 兩分之差敗給了這個萊恩 但是還沒關係 還有第二局也還有第三局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看下去 繼續看下去 繼續為小代加油 那目前的這個部分呢 比分呢是19比21的部分 那兩分之差第二局也第一局沒有辦法拿下來 但是呢 小代在第一局的時候還是有一些就是 就是一些打出場外的這個失誤啊 邊界的球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說會造成就是有點可惜 有些分數沒有辦法拿下來 那沒有關係 我們繼續為小代加油 繼續為小代加油 那如果說 大家覺得這個直播還不錯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呢 幫我給一個讚 也幫我加油 一起幫小代加油 那也可以訂閱我的這個影片底下呢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也可以即時收到小代代盡 最新最快的資訊 那我們來回來過頭來看一下比賽 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比賽啊 繼續為小代加油打氣 小代小代GOGOGO 好的 我們繼續看一下目前的比賽呢 呃 正在做一個場地的清理 那簡單來說呢 第一局的比賽其實 就是小代的這個整體啊 是比較流暢的 這個就是打起來是沒有綁手綁腳 但是就是有一個 呃 小小的缺點啊 就是失誤有點多 那可能有跟就是第一局 就是還沒有熱開有關係啊 還沒有熱身開來有關係 所以說第一局有點可惜 有點可惜 兩分之差哦 有點可惜沒有能拿下來 不過小代後面啊 也是追分追的蠻兇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第二局 雙方換場以後呢 會不會小代呢 能不能夠發揮一些 呃 別的戰術的應用 拿下第二局 那因為萊恩呢 算是之前 呃 對小代呢 其實有對戰過四次 那這四次啊 萊恩全部都輸 那小代呢 贏了四連勝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小代這一場贏的機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啦 我還是非常看好小代的 對 那我們就看一下第二局的開局的部分 好 第二局目前已經開始了 那目前的比分是 0比1 0比1 0比1的部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部分 小代加油啊 第二局的部分呢 一定要拿下這個勝利 才有辦法呢 就是進入第三局 才有辦法逆轉勝 好 萊恩開球 開了一個短球 哇 小代這個往前的放網 漂亮 1比1 比數1比1 比數來到了1比1的部分 1比1的部分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比1 各位觀眾 目前比數來到1比1 我們看一下小代開球 開個後場的高遠球 哇 萊恩的一個攻擊還是蠻猛烈的 好小代逮到這個機會 馬上做一個攻擊 往前的一個挑球 目前的小代得到了領先 2比1 2比1 非常棒 非常棒 目前的比數是2比1的部分 好小代開了一個後場高遠球 再一個反手拍 把球往後推 再一個後場大角的 大角度的斜線 再一個反手拍 哇 這球反手拍有點 用力過猛了 發進過猛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2比2 2比2的部分 好 那目前的球權來到萊恩的手上 我們看萊恩怎麼發球啊 好 萊恩也是開了一個短球 小代的往前擺短 有點可惜 這球的白短出了戒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2比3 好 萊恩繼續發球 我們看一下小代的接發 好 小代 萊恩一樣是發一個短球 但小代這個短球 點的這個部分呢 是有點沒有辦法點過往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2比4 再看一下萊恩的發球 好 萊恩一樣是發一個短球 小代再往前 好 目前萊恩這一球的 回放弱點是在 借 弱點是在界內 那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2比5 2比5 小代加油啊 好 我們讓目前的比分來到2比5 小代暫時落後3分 繼續為小代加油 好 小代繼續呢 跟萊恩呢 去做一個短逼交接 都在 雙方都要往前 小代這一球的弱點是在 界外 目前的弱點是在界外 所以說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2比6 2比6 小代加油啊 好 那小代呢 繼續去跟萊恩做纏鬥 那沒錯 這一球呢 小代 最後強下的分數 漂亮啦 6比3 3比6 3比6 那目前的比分3比6 小代呢 再次追分 追到目前本來4分差 現在變成2分差 3分差 好 小代逮到機會 再往前呢 再度一個扣殺 漂亮啊 4比6 4比6 2分差了 2分差了 哇 急起直追 急起直追 小代加油 目前的分數 4比6 小代暫時落後2分 6落後2分的情況下 小代加油啊 那目前小代這球 把球往後推 再一個大角速的斜線穿越 再一個把球打後場拉掉 哇 這個近身球小代擋住了 漂亮 哇 這球不錯啊 小代真的是打得非常好 一連串的這個緊迫 丁人的這個 壓迫的一個戰術呢 打的這個萊恩呢 有點招架 這個無法招架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 5比6 5比6 好 我們看一下小代發球 好 小代發一個短球 短兵相接的情況下 再一個往前挑球 小代逮到一個機會 做一個後場遠挑 好 這球再次得分 雙方追平6比6 小代開加速啦 哇 連追好多分 目前雙方比分來到6比6 哇 那目前小代再次拿到發球圈 我們看一下小代發球 發了一個短球 再一個後場 高遠的球 做這個搭配 哇 這個一進一遠的調動 現在這個調動這個萊恩呢 真的是現在小代已經掌控了整場球的主導權了 哇 小代這球不錯 真的是打的非常棒 已經完全的這個把這個萊恩呢 就是吃的死死的 那這球的再度得分了 哇 把這球 整個把這個萊恩呢 調度了 往東邊跑 往西邊去啊 往前面跑 往後面去 來彈萊恩的這個體能 完全被這個小代的這個調度拖垮這一球 那小代得分7比6 好 領先1分了 現在轉手為攻啊 好 小代呢 繼續在後場 去住進攻 萊恩這球也想要把球送到後場 可是他打出了界外 對小代是有利的 目前是8比6 8比6的部分 小代領先2分 我們看一下小代發球 發了一個短球 萊恩有個往前的戳球 這一球有點可惜了 小代的這個短球呢 沒有能過往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8比7 讓萊恩追分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8比7 8比7的部分 好 我們再看一下 哇 萊恩發了一個短球 好 小代呢 再一個往前 哇 這個部分呢 雙方激烈的纏鬥 哇 萊恩後場的一個高遠球 小代殺球 萊恩擋住了 好 小代呢 繼續 不急 繼續做進攻 那這一球呢 萊恩來不及救的情況下呢 比數來到了9比7 9比7的部分了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 9比7 9比7 小代加油 小代加油 那目前的比數是9比7的部分 好 我們可以繼續為小代加油 加油打氣 好 目前呢 小代2分的領先 那再贏2分呢 就得到 到了這個中場技術暫停的休息了 好 小代發球 發了一個短球 目前的小代開始 開始身體逐漸熱開了 打得非常的這個 球風非常的多變靈活啊 那萊恩這球呢 哇 他想要擺短 結果擺出了界 目前比數10比7 再1分 再1分比賽進入技術暫停 再1分比賽進入中場技術暫停 10比7 我們看小代發球 發了一個短球 做一個短兵相接 小代這球後場高遠的一個挑球 萊恩選擇做進攻 但是小代守住了 那這一球的小代落點是在界內還是界外呢 好是在 好 我們更正看一下這個部分 那目前最新的比數是在來到了11比8 11比8 11比8的部分 11比8的部分 好 那目前的分數是來到了11比8 中場進入技術暫停 目前比分11比8 雙方有著3分的差距小代 3分領先 第二局看起來呢 小代的這個失誤明顯的減少很多 而且呢 打得非常的主動 打得非常的主動積極 所以說第二局的部分呢 失誤降低了 然後打得更加的主動了 是小代呢 目前第二局領先的關 重要因素 那我個人是覺得 小代呢 可能在這第二局 已經慢慢的逐漸的熱身開了 身體已經熱開了 所以打起來也不再那麼綁手綁腳了 OK 那如果大家呢 覺得這樣的一個內容還不錯的話 在影片底下呢 可以給我一個讚來鼓勵我 那當然也歡迎大家呢 如果有興趣想要得到 小代代晉最新最快的羽球興趣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 免費訂閱我的 每日新聞 Everyday news YouTube頻道 我有第一手的訊息 都會馬上上傳最新的影片 告訴大家 小代最新的這個羽球比賽訊息 小代的對手是誰啊 哪邊可以看 小代代晉最新最快的羽球比賽等等 我都會上傳最新的影片告訴大家喔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喔 好的 那我們回到球場上 比賽已經開始了 目前的小代四如破竹 再下一分 12比8 12比8的部分 12比8 目前的比分是12比8 那目前的比分12比8 小代領先的4分 小代領先的4分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好 那最新的比分呢 目前是13比9 13比9 哇真的這個比賽的這個速度 節奏真的是進行的很快 那小代目前還是領先4分的一個情況下 好 繼續呢 小代呢 去跟這個 藍恩去做纏鬥 這一球的落點呢 是落在了界內 所以呢 比數來到了14比9 14比9的部分 42 那目前這個部分呢 14比9 非常的棒 小代呢5分的領先 好 藍恩的這個挑球 小代接住了 哇 這一球呢 藍恩的回擊是在界外 目前的回擊是在界外 所以目前的比數是15比9 哇 這個大比分差6分差了 好 看一下小代發球 發了一個短球 小代反手派的回擊 這球 反手一勾 這一球是在界內 還是界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球是在界內 這球是在界內 那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16比9 漂亮的反手派又在線了 16比9 7分的比分差 好的 萊恩這一球的回擊呢 是打出了界 所以比數是來到了17比9 8分差8分差 感覺第二局呢 萊恩的這個體能極速下滑 所以造成他失誤非常多 那小代呢 真是不疾不徐啊 一連串的進攻打的這個 萊恩無法招架 目前呢18比9 雙方有著9分的差距 哇 小代第二局真的是判若兩人啊 身體熱開了 那整體的進攻打得非常的流暢 哇這一球呢 讓萊恩逮到打了一個 呃 後場的一個大空檔球 那這球的部分呢 萊恩在下一層 補比分呢 是來到了18比10 18比10 好目前的比分是18比10 18比10 那我們看一下小代繼續接這個萊恩的回擊 目前這跟萊恩打拉掉 但是這球有點打開了 那萊恩再度得分18比11 18比11 好目前的比分是18比11 大家一起為小代加油 目前呢正在為大家做語音直播的部分呢 是呃 戴智穎的馬來西亞羽球比賽的這個大師賽 第二天的賽事 那小代呢在這個第一局呢 19比21輸給了萊恩 第二局呢目前的領 目前的狀況是領先的 那目前最新的比分是18比12 18比12 6分領先萊恩 6分領先萊恩 萊恩是來自丹麥的選手 世界排名第21 好我們看一下現在的目前比賽的發展 目前比數是來到19比12 19比12 小代再贏兩球 再贏兩球啊 就可以進這個第二局呢 就贏下來 就可以進入到第三局了 哇這球打得漂亮 萊恩呢根本沒有辦法接啊 來不及接的情況下呢 比數來到了20比12 小代挺排了 再贏一分 再贏一分 小代就可以進入第三局 生死決勝局 我們看一下小代發球 發了一個短球 小代在一個反手派的部分 哇再繼續跟萊恩做一個拉掉纏鬥 小代上網了 這球小代選擇一樣把球打上後場 再一個前場的短球 哇小代去做一近於遠的拉掉這一球呢 讓萊恩呢打出了這個界內球 好那目前呢球是在界內的部分 哎不好意思 我們再暫時更新一下 這球的這個球呢是打出了界外的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21比12 21比12 比賽呢第二局呢 也告了一個段落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21比12 21比12 21比12 那小代呢 代之盈的第二局拿下 雙方前兩局呢 贊成了1比1的平手 1比1的平手 第一局呢小代19比21 輸給了萊恩 第二局呢小代以21比12 大比分的這個懸殊的差距 贏下了第二局 那預估進入到第三局以後呢 萊恩的體能呢在第二局快速的下滑 可能在第三局呢 也會出現一個大比分差 小代贏下比賽的這個結果 如果大家覺得第三局呢 小代會壓倒性的勝利的話呢 也在底下的加1 留言加1讓我知道說 哎 你們是覺得說小代呢 第三局的比分呢 是會出現大比分差的 好的那目前的這個比分呢 哇真的是非常的懸殊啊 那21比12 這是21比12的部分啊 那第三局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網友的留言 網友李翠說 小代加油你一定會贏的 沒錯 小代一定會贏的 我贊同你的言論 小代加油 GOGOGO 那尼吉賢是說逆轉勝 我也認為是一定會逆轉勝的啊 這沒有問題 一定會逆轉勝 好 那呂吉賢是說 哎會有大比分的差這個差距 他是認同的 尼吉賢是認同的 這個至慶呂呢 也是認同的 好大家認為第三局會不會出現大比分差呢 因為我個人是認為 萊恩他在第二局的體力 呈現了一個直線下滑的趨勢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呃第三局呢 體力也會繼續下滑 那第三局小代可能會出現大比分差的這個部分啊 好 那如果贊同這樣的一個想法的話 你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 OK 那這個我們的網友說 呃小代加油 全民為小代加油 沒錯 全民為小代加油啊 GOGOGO小代加油 好 志慶呂也是留言加一啦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小代呢 第三局開打了 目前的比數呢 哇 旗開得勝旗開得勝1比0 1比0的部分 好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比0 1比0 那小代呢 非常好 旗開得勝有好的開始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好 哇 雙方 這個進攻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啊 哇 這球這個小代呢 沒有守住的情況啊 比賽是來到了1比1的部分了 好 萊恩發球 那萊恩其實也是很想要贏啊 因為他已經連輸小代四場了 好 所以說他也是有很想要贏的這個慾望 但是我們小代目前是世界第一的球后啊 要贏真的是很難 呃 萊恩呢 這一球呢 小代再往前擺短 萊恩本來想要打一個大角度的過度穿越 但是打出了界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2比1 萊恩現在打球是他想要打一些某個小代的落邊 可是他沒有辦法把球控制的很好 所以往往如果打出界 那如果說萊恩之後在控球裡面練的更加穩定的話 他會成為一個小代非常可怕的一個勁敵啊 那目前的比數呢 哦 是來到了3比1 萊恩再度打出了界 3比1 3比1 小代呢 繼續保持領先 2分的領先 萊恩的這個揭發也是一個短球的回應 目前的快速的這個球呢 在場內快速的這個多拍來回 萊恩繼續跟這個小代做纏鬥 好小代這一球白短 哇萊恩是沒辦法沒辦法救的情況下呢 比分次來到了4比1 4比1小代發球 好 目前的比分次來到4比1啊 好 那我們看一下哦 大家都學曾文廣也說小代必勝加1 OK加1加1 那現場的觀眾呢 如果大家幫小代加油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小代加油 我們一起集氣為小代加油 那也如果喜歡這個這個 我們的直播的話 也可以給我一個讚來鼓勵我 那也歡迎大家在影片底下呢 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為大家繼續送上小代 這一次系列賽的各項賽事的資訊 還有哪邊可以看免費比賽直播的資訊等等 跟大家一起在線上為小代加油 好這個部分呢 哇小代呢 把這個萊恩掉的哇 蠻長跑 目前的比分次來到了 我們看一下目前的比分次來到6比2 6比2的部分啊 哇這個萊恩真的是 被小代這個就是掉的掉度的蠻長跑 這個部分呢 好 但是後來呢 萊恩呢 再下一層 那比分來到6比2 萊恩發球 我們看一下小代的揭發 繼續為小代加油啊 哇謝先生也是加1加1 OK加1加1 謝謝大家 我們一起為小代加油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哇這個 比數呢 目前是來到6比3 萊恩呢 目前是想要繼續再追分的 那但是呢 OK的 小代 我們可以挺住這個萊恩的這個追分的這個攻勢 繼續呢 轉手為攻 好 把第三局拿下逆轉勝 哇 雙方現在的一個多拍 好 小代有機會把球打到了 這個萊恩的這個大空檔 比數來到了7比3 7比3 哇 目前比數7比3 4分的差距 小代呢 要發球了 好 目前的比分是來到7比3 但是 因為球的品質的關係要要求換球 好 那 小代發球 我們看一下小代發球和萊恩的揭發 目前的比分是來到了7比3 7比3 哇 萊恩呢 繼續跟這個小代打這個後場快節奏拉掉 哇 小代繼續把球呢 做一個這個 前後遠近的這個拉掉 那萊恩呢 再接短球 想要回後場高遠球的時候 這球也是打出了界外比賽 來到了8比3 8比3 雙方有著5分的差距 小代5分領先 哦 小代加油加油 GOGOGO 好 萊恩呢 揭發 哦 也是一個短球的回應 哇 現在呢 萊恩呢 他是有一個落後的壓力啊 他攻勢也是滿積極的 但是 有點亂了腳步 小代加油 穩住穩住 利用這個萊恩在目前兵荒馬亂的情況下呢 再下一層 沒錯 小代呢 這一球呢 再度打到了萊恩的空檔 比數來到了9比3 雙方6分的差距 小代6分領先啊 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好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6比3 6比3 小代加油 自信女說 小代加油 必勝 沒錯 小代加油啊 好 那目前的部分呢 目前的這個部分呢 哇 這個真的是雙方的公式如火如荼 哇 目前的比分8比3小代這一球的部分回擊 目前的這個部分呢 出了界 那比數來到了9比5 不好意思 做一個最新的更新 比數是來到了9比5的部分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小代 這個萊恩的發球 哇 這個部分萊恩的公式淋利啊 哇 現在呢 萊恩呢也是想要把這個分數咬住 不要讓他繼續擴大 那目前呢 我們看一下目前的比分是9比5 那看一下萊恩的這個這顆球的發球 小代加油 沉住氣啊 好 小代這個揭發 哇 這一球有點可惜了 打出了界 9比6 9比6 那目前的比分呢 只剩下3分差 小代加油 穩住啊 那我們看一下萊恩的發球 哇 這球直接啊 送分了 好 萊恩發球掛網 那小代呢 直接拿下一分 10比6 10比6 再一分呢 就進入了中場技術暫停了 好 我們看一下小代的發球 目前比數10比6 小代4分領先 小代這一顆的發球 是發一個短球 好 繼續跟萊恩做纏鬥 雙方在這邊呢 哇 萊恩還是跟不上小代的速度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1比6 11比6 進入了中場技術暫停 11比6 進入了中場技術暫停 雙方5分差 那預估啦 小代這樣看起來的話 應該可以穩穩的拿下比賽的勝利 雙方目前呢 有著5分的差距 5分的差距 但是呢 我個人是覺得萊恩 他目前的這個腳步呢 已經明顯的跟不上小代了 所以呢 小代呢 要拿下這場比賽呢 根本是囊中之物了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小代在接下來的這個比分呢 萊恩可能沒有辦法突破個位數 萊恩可能沒有辦法突破個位數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預測啦 好 那講到現在先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局的比分呢 是19比21 小代2分之差 輸了第一局 但是第二局的小代開始開加速 集起直追的情況下呢 是21比12 9分之差拿下的第二局 第三局目前達到現在中場進入了技術暫停 比分呢是來到了11比6 11比6的部分喔 所以說目前呢 小代有5分的差距 5分的領先啊 好 那目前我們看一下雙方呢 回到場上呢 繼續在做交鋒的這個部分 好小代呢 繼續呢去做一個 呃 準備要開球了 看一下小代開球 好 開了一個後場高原球 這球被萊恩呢 直接做跳殺 但是小代要擋住 那萊恩在再度回擊的時候呢 這一球是打出了界 那目前的比分是來到12 12比6 12比6的部分 好 那目前這是12比6 現在的比分 好那小代呢 目前繼續調動萊恩這個部分呢 往前的放短呢 萊恩還是沒有辦法接到球 哇 目前的比分是來到13比6 13比6 雙方有著7分的差距 7分的差距 我們看一下小代發球 哇小代也是一個做一個短球 哇 但是這一球有點可惜 後來呢打出了界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3比7 13比7 OK 萊恩 萊恩呢目前呢 是處於一個比較被動的狀況 因為他的體能呢 直線的下滑 對 那我們看一下 那個網友的回應 陳國祥也是寫加1啊 好 那真然說 其實小代技術已經到了神的境界了 就怕就是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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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為小代加油啊 就怕運運動員的這個身體受傷 希望小代加油啊 加油加油 精神與小代同在 加油加油 好 那目前呢 最新的這個比分呢 來做一個更新啊 那目前最新的比分是來到了14比8 14比8的部分啊 14比8 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4比8 雙方有著6分的差距 哇 萊恩這一球往後推 這個球是推在界內還是界外呢 好 我們看一下 好 目前呢應該是界外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5比8 15比8 哇 繼續跟這個萊恩去做一個對抗 那萊恩這個部分呢 沒有辦法去追到這一顆球 還是一樣 出了就是沒有辦法追到這顆球的情況下呢 小代再度得分16比8 16比8 那目前雙方有8分的差距 好 小代發球 發了一個短球 哇 萊恩在度這個部分呢 哇 萊恩 這個打向這個小代的這個大空檔 哇 這球萊恩打得非常漂亮 也是要給萊恩一個點掌聲啊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16比9 16比9的情況 萊恩拿下了這個久違的發球拳 好 萊恩發了一個短球 好 繼續跟這個小代做纏鬥 哇 小代這球逮到一個空檔 把這個球送到後場 那萊恩根本來不及回防的情況下呢 比數來到了17比9 17比9 小代呢 在4分 小代在4分呢 就可以結束這場比賽 進入了8強了 好 小代加油 哇 萊恩這球呢直接打出了界 看來體力已經下滑了 那目前的比數是來到了18比9 再3分 再3分就可以進入了這個馬來西亞大師賽的這個8強了 哇 小代一樣 哇 同樣一個位置一樣是放短球 萊恩還是來不及接的情況下呢 比數來到了19比9 19比9 上方有著10分的差距 小代要準備發球了 好 我們看小代發球萊恩的接發 哇 那個這個部分呢 哇 小代呢繼續跟萊恩做進攻 但是萊恩這球上網 逮到一個非常好的這個絕佳這個好球的機會 所以萊恩得分 19比10 19比10 看來萊恩還是有一定的程度 他還是破蛋 破了個位數的這個得分 目前比數是來到19比10 好 那萊恩這一球呢 這個部分呢 是沒有辦法過往的 那比數是來到了20比10 小代聽牌了 再贏一球 再贏一球 20比10 好 小代加油 這球拿下 20比10吧 21比10 哇這球漂亮 拿下了21比10 21比10 小代結束了比賽 好打敗了萊恩 晉級到8強 晉級到了8強 那最後的比分呢 第一局呢小代是19比21 輸給了萊恩 但是第二局第三局小代是以21比12 21比10 連下兩層逆轉勝 打敗了萊恩 打敗了萊恩 那目前呢 小代呢 是的確可以進入到了這個第二 這個 進入到馬來西亞大師賽的8強 8強了 OK 那林Frank說 小代第三局21比10 萊恩比賽40分鐘結束 這叫做正常發揮啊 我也是這麼覺得 那這個我們網友說 這個微信勸說 謝謝小林的熱心服務 OK 不謝不謝 非常開心小代呢 最後呢 是逆轉勝 得到這場比賽勝利 非常開心 非常開心 也非常開心呢 能夠與大家呢 在我們線上同樂 好線上同樂 那我們這個比賽呢 也已經結束了 已經比已經結束了 那目前呢 小代呢 跟大家講一下 那小代最後的比賽結果是 逆轉勝 逆轉勝 把這個比賽呢 真的是打得淋漓盡致啊 那謝謝姜文俊的讚 謝謝陳明泉說 猴塞雷 應該是說小小林 小代猴塞雷啦 恭喜小代 謝謝小林 小代加油 高雄之光真的 謝謝這個Jessica 說謝謝班主 林Frank說不客氣 OK 謝謝大家 那 呃 陳靜常說小哥 謝謝轉播啊 不謝不謝 那如果說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給我一個讚 或者是免費的給我這個影片的訂閱我的頻道 好 那希望大家約我也是利用一些零碎的時間 來做這個羽球直播 那如果大家能夠在影片底下呢 給我一個讚 或是免費訂閱我的這個頻道 都是對我最大的鼓勵的 對那我也很喜歡 很喜歡跟各位網友互動的感覺 所以說呢 我之後呢也會繼續播報小代代 在馬來西亞羽球公開賽一系列的這個比賽賽事 所以說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就是 呃在底下呢訂閱我的這個頻道 然後把這個小鈴鐺打開 就可以接收我最新最快的羽球資訊 那我們可以第一時間為小代一起加油打氣 一起加油打氣 OK 那就先這樣子了 那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一天 今天呢小代已經打了非常好的一個球 給我們一個非常棒的一個能量了 相信大家都會有一個美好的一天 那祝福大家了 那我們晚一點呢 在這個影片見了 好謝謝大家 拜拜